你不是在美国吗 我今天刚回来 找我有什么事吗 准确地说 我是来找一个 叫程鹏的人 程鹏 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硕士 一一年毕业 在校期间大家都叫他卢克斯 程志远 是你后来改的名字吧 程鹏这个名字我记得 小陈跟我说过 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因为 开车撞死小陈爸爸那个人 也叫程鹏 你说这个世界上不会那么巧吧 刚刚好你也叫程鹏 这个世界上 同名同姓的人多了 今天我在机场看见你爸爸 是郑建国借的他 谁 吴吴 我 需要 你 你要怎么样 程主任你太可怕了 你开车撞死了小小的爸爸 你还浅落到他们的生活里 若无其事地扮演一个好丈夫 好女婿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让晓晓知道的话 会怎么办 她可以永远都不知道 你不要自欺欺人好不好 我妈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后来呢 我告诉你 天底下没有任何秘密 能够掩盖住 你撞死了人就不应该出现 更不应该出现在小小的生活里 你以为逃避 就能解决问题吗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一个火烧烧的人 在你怀里被他气息死掉了 你会怎么办 妈 告诉我 甚至连当着他家人的面 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你会怎么办 你还要 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我没有一刻能逃避我内心的谴责 我看见他所有的心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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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可以收拾我的罪恶感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怕 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开车 因为我害怕 你知道那种无法挽回的绝望吗 你知道那种你拼了命的想要去做点什么 他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吗 那是你活该 你就不该 利用小小 来消除你的无力感 程主任 我发现啊 你不仅是个自私的人 你还是一个 卑鄙 无耻的人 卑鄙 我知 罪人 他就没有辞罪的结尾吗 可是你已经把这个罪恶放到越来越大 放到现在无法 无法挽回的地步了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我一个人只想帮助他 就算代替他死去的父亲那样守护着他 帮他平稳地从学校活动到社会 我也想方设法 成全你们的感情 我希望你们可以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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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能不能无限感受的秘密 我们俩 都是凶手 志愿怎么去那么久还没回来 你买个醋嘛 小区里就有超市 您问问 好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给他打个电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在手无法行动 请你稍后再拨 他给我挂了 妈 我下去看看他 是不是要帮忙什么 去去去去 披着点衣服啊 好嘞 我发誓 你发誓 绝对不要让晓晓知道这个秘密 否则的话 我不会放了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下来了 你穿太少了啊 来 你也送你上去啊 怎么了 不是 你不是下来买醋吗 我 我先送你上去 你穿太少了 来 干嘛 什么 沈红 沈红没跟我在一起 他不在国外呢吗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我不知道啊 嘿 这个混蛋 也不告诉我一声 不是 干嘛 你别生气 这事确实是他不对 你等我啊 你等我联姻的 我好好骂他 你别生气 别生气 我替你说的 干嘛 你消消气 好好好 我先挂了 干嘛 拜拜 不是 猴子 我有点乱 等会啊 你帮我再捋一遍 我现在没 没懂啊 什么叫 你之所以和颜小臣分手 是因为 你妈跟颜小臣她爸的死 有间接关系 还有 什么叫 五年前撞死她爸的人 是程志远 那颜小臣为什么会跟她结婚啊 我 哎 等会儿 不对啊 那凭什么让这个杀人犯 逍遥法来啊 我得打电话报警 你抓她呀 当年那个车祸是个意外 晓晓她爸爸闯得红灯 所以在法律上 承转是没有责任 那我告诉颜小臣行吗 我得让她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要是这么做的话 晓晓就完了 咱俩的交情也好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越来越听不懂了 这事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是说了吗 魏彤说小小县过得很幸福 她妈妈也很久没犯病了 如果说 你把这个真相说出来的话 那这一切的一切 全都毁了 你明白了 我已经伤害过她一次 我不想再伤害她第二次 那你呢 你就这么忍着 这事对你太不公平了吧 我早就出局了 我除了忍着 我什么都做不了 诚振愿 程振愿 她现在是晓晓最大的劫难 但也同时 确实是晓晓唯一的依靠 雨晨 这事就此打住 你让她烂在肚子里行吗 行 我烂在肚子里没问题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但是沈猴 你能不能 跟原来那帮人 就不联系了 翻篇了 一刀两断了 咱不管她的死活了 行不行 咱兄弟俩 回到不认识盐又山那个时候 那时候咱多快乐 叫人不认识盐又山寂寐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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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一个报道的人 回来就好啊 我跟你说啊 你爸和你妈 每天都盼着你回来呢 知道吗 来 看看这车 这是你爸妈 为你选的礼物 你换吧 这车呢 看起来没那么豪华 但是我跟你讲啊 这车的性能是特别好 我们全店人 都得想这辆车 要不是给你留啊 早就被人别人抢走了 知道吗 谢总叔 谢我干什么呀 行了 你说谢啊 也应该我谢谢你们 你说我开这个赛子店 你爸妈又给我出钱 又给我找关系的 要么能开上这赛子店 是不是 来 叔叔陪你试试这辆车 怎么样 还行吧 旁旁 叔叔知道 你一直很要强 在美国这些年 没向你父母要一分钱 好孩子 先如今 你学业有成 又回国内来发展 你知道吗 你爸妈他们醉一声不说 可心里 一直很支持你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好好陪他们 自从我妹走了以后 我也出国留学了 留他们两个在家里 应该会感觉到孤独吧 是 这人上了年岁啊 就像身边的人陪着 所以我这么多年 没事的时候 就过去陪陪他们 陪他们聊聊天 现在好了 你回来了 你们这一家人 总算团聚了 你们这一家人 你们这一家人 就过去陪陪他们 要是我们还在的话 才应该叫团聚吧 好了 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再为了 等一下 再次 来 aska ются 又不是 还有 还有 你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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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装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先出国缓个几年等一切都安稳了 你再回来你不也不晚吗 按照我说去 这事我必须要负责任 不 是他自己闯的红灯 根本就不是你的责任 妈 这事我不能不管 人是我撞死的 你也看到你郑叔叔去看他的结果了吧 是啊 方芳 连警察都不建议你们现在见面 就算能打我 骂我 我还得认 你是我儿子 妈不能眼看着你承受这些呀 求你了 儿子 爸妈 我闯死了一个妻子的丈夫 我闯死了一个孩子的父亲 我躲得了一世 我躲得了一世吧我 方芳 即使你现在出去又能干什么 是啊 现在讯息已经出了 你现在居了 你是没用的 你们知不知道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 死在我怀里 他闻死现在告诉我 说让我爸招呼他的老婆孩子 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 我这一辈子都不可以安心的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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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住这个家门 我就死给你看 老婆 我已经没有你卖的命了 你还让妈再失去你吗 就是妈你卖的命了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进 你没睡呢吧 我还没睡呢 进来吧 你妈刚才给我发了个信息 说她明天一大早就要回美国 这么着急走 说着下次再来吃饭 那我 我这心里总觉得怪怪啊 我妈她都跟我说了 坐来说 她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发现什么呀 你俩假结婚的事啊 你为什么这么说 那她怎么这么着急就要走啊 那不是发现那什么 她肯定是生气了 没有 你多想了 我问你咱们特别好 我妈她跟我说 她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着急回去处理 所以我赶着飞回去 你呢 我什么呀 你今天晚上也不太对劲 好吧 是啊 我最近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 你看 思妮走了 乔宇跟我请了定假 我过两天还得去杭州 见一个重要客户 谈点事情 要我陪你去吗 不用了 你就安心带在公司 还有几个案子需要你来盯着他 好了 别多想了 去睡吧 艾特朗 你刚才下楼去买醋的时候 你不是下去了吗 我看见一个人的背影 特别像顺候 好 那个人你也看见了 我差点约以为是他的 那我看错了 不回事了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明镜与点栏目 相迎里面 去逛逛给他买个什么礼物 好吗 喂 喂 你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 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 怎么样 今天过得如何 都做些什么呀 我跟魏丛聚乐聚 挺开心的 你大概几点回来啊 差不多 十点那样了吧 那你辛苦了 在高铁上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我等你回来 你不用等我了 你要是累了就早点休息 没事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什么惊喜啊 惊喜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那你回来 自己看吧 好 我很期待 希望部分的期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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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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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跟你说过呀 我估计他是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土了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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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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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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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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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车撞死了一个 叫严志强的男人 对吗 事情发生之后你不敢面对 你自己跑到了美国去 是郑建国帮你 把所有事情处理完了 对吗 你转过来 你转过来 回来我 是不是 是 小辰 离我远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对不对 从一开始在来月相遇 是你设计的对不对 之后我进了第二次研是你安排的对不对 我就像个傻子一样被你牵着走 最可笑的是我居然嫁给了你 我嫁给你真正杀我恶败的人 我嫁给你真正杀我恶败的人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辰 你离我远一点 我以为我可以平平静静静地生活了 我只想要一个安慰慰的生活 我刚刚准备要接纳你 我刚想跟你好好的过日子 是你自己替上都毁了这一切 你已经毁了我们家的生活 你现在还要来毁了我 为什么 陈志远 你为什么就不能离我远一点 从你看着就离我远一点 你永远不要让我知道真相多好 我宁愿一辈子在某厂库里 像个傻子一样 我都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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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因此前 跟我说他有个女儿 今年十八岁 刚考上高考 分数考得很高 他却上不了本该 给她上了学校 她说她害怕 她害怕她没有时间了 她害怕她以后 保护不了她女儿 所以她拜托我 让我照顾好她女儿 我承认 我一开始接近你 是带着目的接近你 扯过后的那几年 我一直默默地关注你 我知道你上了什么大学 念了什么专业 跟你妈过了什么样的日子 我还知道你在南岳大国 我本想是碰到我眼前 可我也没想到 因为一个赌局就跟你认识了 我倒是就在想 也许是你父亲在天之亮 让我跟你笑语的 但这些年 我真的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我只想替你父亲 好好地守护你 你根本就不配理他 严实 我不配 我不配 你当我 我不配 你不当我 你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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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把你自己说得那么伟大 好不好 你对我和我妈那么好 你就是为了消除你心中的罪恶感 你以为你这样跟我在一起过日子 你能心安理得吗 你能吗 小沈 如果 如果 说如果 如果我在婚后爱上你 你会相信我 看起来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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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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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